全球大戰 全球好戲 雞瓦大戰 全力打煙火秀都是大隻的 我們先來看看紅襪這邊 六局上日記強打吉田鎮上 率先突破獎局 Yoshida Yoshida開了去右邊 那球還沒了 Masataka Yoshida 兩球打開 Yoshida散了敲出本季的第十轟 是一發兩分純雷打 來訪的窦城軍計分板先開張 取得二比零領先 但沒有想到這一轟是幫楊姬法官大人 Aaron Judge的逆轉好戲 撲梗 在七局下楊姬 一比四落後三分時 滿蕾打擊機會落在法官身上 一棒逆轉戰局 也迎接本季第五十二轟 沒錯 前一場法官才寫下自己生涯最長十六場 沒有純雷打的乾旱旗 這天馬上用行動破除 最終也幫助楊姬以五比四 一分擊敗來訪的紅襪 休息室的氣氛簡直就是開Party 華視新聞彭冠玲玲英文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